如果算銷售部的加總獎金的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範圍 這邊有兩個 所以這個是條件 那這個是要加總的 那也就是說如果今天要加總的是銷售部的資料的話 那我第一個 我先插入函數 可以找到一個叫三角一樣 那個剛剛提過的那個SUM開頭的SUMIF 那只有一個條件 所以我們SUMIF 按確定 它會有三個格子出現 那特別注意喔 它這個格子 第一個Range的那個說明裡面是要所要加總的範圍 我覺得它敘述有點怪怪的 其實應該是要判斷條件的範圍才對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去看它的說明 其實應該是上面兩個一組 下面是結果 也就是上面Range指的是 你要判斷條件 那第一個你要給一個Range Range是指著什麼 你要判斷的條件在哪裡 條件的範圍 條件的範圍在哪裡 在B3到B7 找什麼東西呢 Criteria條件 找銷售部 那你前後雙一號先不用打沒關係 因為它會自己幫你加 有沒有 移開的話自動加一個雙一號 那要加總的話呢 就是獎金 把獎金加在一起 按個確定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自動去判斷 如果這個是銷售部 才會把獎金加起來 如果是開發部呢 那就不加 那第二個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它加那個所謂的開發部的話 那底下都一樣 直接怎麼樣在這邊 把這邊銷售部呢 改為開發部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剛剛的公司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改成開發 開發部 OK 好就把它加起來了 好這個是第一個 有關什麼呢 你要加總 會有個條件的話 可以用三米符部分來做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做的是 銷售金額 另外一個你可以 如果是大於五萬的 幫我加這邊的話 那另外有一個是 Criterian 你可以用那個 比較的方式 我們一樣用那個 最近使用過的三米符 裡面的話呢 那Range值的是銷售 如果大於五萬 大於五萬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直接輸入 輸入什麼呢 Criteria後面記得喔 後面你可以加一個 大於小於等於的運算值 再加上你的數 你的數字 不過移開一樣喔 它會自己幫你在前後加雙以後 表示一定是一個自串 銷售人員的話把它加起來 OK 按個確定 答案就26個 那這個是有關三米符裡面 會多一個條件部分 那請各位 三米符部分呢 有一個綜合練習題 我們簽到綜合練習2 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題目喔 那請各位稍微看一下 不過這一題 這邊的題目在這裡 答案在哪裡呢 那個需要用的檔案呢 請各位另外開啟 因為它的檔案 稍微比較大 所以我把它額外 在那個練習檔裡面呢 有一個叫綜合練習的 叫做教師研習 這個統計表這個 請你把它打開來 這個要額外開喔 那這一題的話特別注意喔 序則1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這個學校的所有老師 有20位老師 序則2呢指的是他有參加 他有參加 所以你會發現喔 有參加有14個 有6位沒有參加 那如果我希望怎麼樣 幫我把有參加的時數 把它找出來之後 並且幫我加在後面 比如說王慶祿的老師 有沒有參加 以前的做法呢 你要切到這邊看一下 王慶祿沒有參加 所以他領一個小時 是不是 那如果換下一個 理事員 然後切過來 那如果你這樣切的話 哇 如果一堆人的話 你其實不是呢 要做很久 那特別說 這第一個 前面是總表 後面這個是他有參加 而且時數多少 那當然這邊的話呢 除了說有個入門教學之外 請各位再增加第二半 因為後來他們又開進階班了 因為入門上完之後 可能意猶未盡 想說再接再立 因為像我們現在是入門班 各位 現在是在VVA裡面最簡單的 那如果說你希望能夠 再往上邁進的話 假設啦 那這個請你把序子二 托拉暗凸凸 把序子二改成序子三 他名稱喔 那這個地方就是把入門班 改成叫進階 入門改成叫進階 那這個班呢 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哪兩個老師呢 第一個老師 跟最後一個老師 所以按Ctrl鍵 把第一個跟最後一個三除掉 那編號重新編一下 1本來是1到14嘛 現在就只要輸出 輸入1就可以了 1 向下填滿 Ctrl鍵按住 然後延期時數的話呢 全部改成兩個小時 所以你就輸入2 然後向下填滿 OK 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希望怎麼樣 幫我把後面2跟3這兩個工作表的時數呢 幫我加到前面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也是利用剛剛那個3米幅的函數喔 所以你特別說 插入函數對不對 一樣用什麼 最近使用過的3米幅 那會有三個參數要給他 Range 我剛剛講過 Range 跟Criteria是一組的 指的是你要找的那個範圍喔 有沒有那個老師 所以要找的 基本上就是入門教學 哪個老師 王庆路 如果有 幫我把那個裡面的時數加回來 我將來要看到時數喔 不過這裡有個問題啦 因為它跨工作表 所以 不過跨工作表沒差啦 反正頂多是加一個工作表名稱 驚探號而已 其他都一樣喔 所以做法上 Range 要去哪邊找 要去入門班找 所以你就點一下入門班 然後哪個範圍呢 從姓名下方這邊 往下選取 選到下面這邊 那Criteria點中間 找一下有沒有王庆路 有的話呢 幫我找什麼 幫我把 一樣是序則2裡面的什麼 研習時數這個範圍 幫我怎麼樣 幫我加回來 然後這邊再移到中間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的話 他會幫你把這個 王庆路老師的 時數加總 0個小時 那可不可以有個問題 等一下要向下填滿 所以怎麼樣 把那個 B3到B16 按F4 然後C3到C16 一樣按F4兩下 因為要向下填滿 把列給鎖起來 按個確定 向下填滿 入門班的 入門班的 時數 全部就加起來了 不過還有個問題 進階班怎麼辦 其實就是什麼 最簡單的方法 把這個公式 複製啊 然後呢 它只是兩個 工作表的 相加嘛 所以其實 最簡單的方法 應該是 直接把這個公式 複製 再到後面呢 把它加上 貼上去 但是貼上去呢 你可能需要改 幾個地方喔 第一個是工作表名稱 第二個是範圍 那因為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所以喔 第一個喔 工作表 只要看到序則2的部分的話 就把它改成序則3 這邊改成序則3 改成 這邊不能改 應該是改 不是看到2就改 看到12 序則2改序則3 然後呢 B3到B 少了兩個老師 所以呢 16改成14 這邊改成14 那其實你如果不改14 好像也不會錯啦 為什麼 因為它反正就空白 找不到而已啦 好 打勾 完成 向下填滿 全部加好了 這也就是說喔 不同的喔 以後如果你有很多個工作表 裡面的資料把它加起來的話 其實用這一招就可以了 跨工作表的比對 那你的條件 去的意義基本上就是總表 總表裡面一定會有哪一個名字 或者哪一檔股票也是啦 有沒有 然後哪一個什麼樣的名稱也可以 那後面一個是你要去那邊找 找到之後呢 幫我把那個它後面的數字喔 數字加在一起的話 那你可以用三米白做 那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那VBA 看一下 OK 那後面當然VBA 其實VBA沒有這麼好的三米白函數 所以喔 如果你要把VBA加進來的話 也許可以結合跟剛剛講的 一鍵完成 把公司乾淨直接輸出出來 視一下 什麼 明明 台北 跟eday 什麼 一定會